韋婷是為了幫助家裡面 開醫美診所 結果妳被迫離開演藝圈 四年後想重返演藝圈 卻一波三折 超波折的 我跟你說 妳為什麼會被迫離開演藝圈 因為我大概十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從模特兒起來 然後一直到 我被選進一個 友台的一個美容節目的 固定班底 那時候其實大家都 還算滿看好的 結果呢 偏偏好時不時 我哥剛好要出來做醫美 醫美行業嘛 那因為我本身又是護理系背景 所以我家人 妳是護理系背景 又是模特兒的外在條件 對 然後我家人就說服我說 不然妳來幫家裡 幫哥哥展店 比如說手術房 什麼醫美相關的東西 因為這個我也比較強 好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因為我就是把家人 放在第一的人 所以我也沒想很多 我就決定 好 那我就是幫家裡 所以那時候那個好的機會 那哥哥有給妳薪水嗎 有啦 當然有啦 還有抽成獎金 有六位數字嗎 不好說 不好說 好敏感喔 好敏感 很近身那個這樣 對 然後那個時候 經濟公司就不諒解了 因為他覺得我把妳推到這邊 然後妳現在這時候 跑去幫家裡 對啊 所以那時候等於就是被 有點像冷凍 所以那段時間等於 其他通告全部都被斷掉了 對 那其實後來 一直到哥哥診所那邊 比較穩定 大概差不多四年左右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我是不是 又可以去做我的事情 把之前前面的事情再繼續 因為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沒有原夢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好 然後我一個朋友 剛好跟我講說 不然我們合開一個 娛樂經濟公司 因為那時候我們有一些 大陸那邊的旅遊公司的 一些資源 所以我們合拍了 做了一個旅遊節目 介紹台灣的一些吃喝玩樂 對 然後伴手禮 對 叫奇幻的旅程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有一些觀光的業務 是主要的變現模式 但沒有 才一年多不到的時間 大環境影響 疫情嗎 也不是還不到疫情 那時候是 就內地過不來 對 變成這個東西 然後變成是公司的 主要變現的狀況 是整個 遺落線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的股東 也開始什麼事情都要針對你 什麼事情都要唸唸唸 然後連垃圾桶大還小 什麼顏色都要管你 就大家很難做事 那我覺得我那時候 最沮喪的時候是因為 我一開始有個好朋友 在我開公司的時候 狀況還好的時候 他來求我幫忙 因為他自己做一個品牌 然後他沒有什麼資源 然後想說 你剛好做了這公司的話 你有一些行銷資源可以利用 好 那結果呢 到我不好的時候 他反過來咬我一口 反而打官司 對 所以我那時候很沮喪 是因為我覺得 我有點被忘恩負義的 那種感覺 我就很受傷 因為我盡可能的去幫你了 然後還有就是 事業卡到了 對 然後我身體也亮紅燈 因為那時候真的太忙了 也沒什麼好好睡覺 我那時候就覺得我好累 然後照鏡子的時候 眼白都黃黃的 我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跟我講說 湊完血 肝子數過高 有點快猛爆性肝炎 然後更扯的是 小小的一個盲腸炎的手術 一般一個人一個禮拜就出院 而且那時候我還是開鮮微的 結果我這樣拖一個半月 我那時候傷口是完全不癒合 然後一直化膿幹嘛 然後發燒也是燒得很慘 因為整個免疫系統 對 免疫系統落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覺得我應該已經 到了人生谷底的時候 你知道這時候有的時候 應該要分身了 對 應該要分身了 然後這時候我想說 出現一個曙光 有一個異性跑來 對 我好好喔 關懷 備智幹嘛 我就覺得 我有人呵護了 對 靠 我沒想到他這個渣男 靠 渣男 他多渣 他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他又很關心我跟我規劃未來 然後跟我說什麼 韋婷 你這邊公司 這邊的這個狀況 你一直在燒錢 不是辦法 那他是做投資理財的 他就跟我說 不然你要不要有點被動收入 我幫你做投資規劃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好幸福喔 他竟然為我的未來著想 還想到我現在 那麼艱難的東西 我那時候就把他當家人 因為真的 你在不好的時候 有一個人這樣關懷 你會把心 對 你把心都交出去了 真的 要幫你做規劃 然後讓你有被動收入 那你本錢要給他多少錢 對 我那時候自己去貸款 貸了兩百多左右 兩百多 貸兩百多給他去做投資 對 我就全部給他 因為他那時候跟我講 需要一個金額才能去幫助 可以讓你有被動收入 對 我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我也 我真的把他當家人 我也沒有簽什麼合約 什麼東西的 然後大概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差不多剛好一個禮拜 他就跟我講說報倉 他是做外匯 你知道報倉嗎 報倉就是 歇奉無歸 賠完了 然後我那時候很為難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人才兩失 對 我怎麼跟他討 因為他也說他 失了才 人也 沒有 沒有 不要講這樣 對 所以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是 真的是沮喪到一個程度 我就覺得 對 妳那兩百多萬 妳還要還貸款耶 對啊 我後來就真的是變成負債 身體又不好 他就慢慢跟我消失聯絡 沒有 他真的是跟我消失聯絡 然後後來是我朋友跟我講說 他其實一直都有另外的小三 那是我那時候就是真的 真的 戀愛腦還是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我那時候在低谷期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一個浮沫 我就抱住了 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妳怎麼會睡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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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因為那時候 妳不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妳真的遇到的是 妳看妳負債 身心狀況都不是很好 對 然後家裡人也不諒解 妳覺得妳醫美做得好好的 那妳為什麼要去搞這個事業 然後把自己搞得什麼 身心俱疲 然後受了一堆傷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甚至 因為要還債 我的三餐其實說真的是 滿有狀況的 然後甚至到後面 我可能房租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卡住 講到會有點難過 反正就那時候真的是很低潮 我連家都不敢回了 我也不敢去跟我爸媽 講這些東西 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已經知道了 沒有主動去聯絡妳嗎 因為我覺得爸媽跟我聯絡 他們都是嘆氣 然後要嘛就是很擔心 那對我而言 我覺得我要遇到 我自己內心的這一塊 然後我還要去安撫他們 我覺得我覺得很 人才兩失 是失了人心裡比較痛 還是失了財心裡比較痛 都痛好不好 都其實都痛 因為失人 我覺得妳是人不痛 妳是財也不痛 其實真的都很痛 她是這樣子 對 獨鈴但是用了就用了 因為獨鈴要財比較多就對了 有錢就好 妳後來為了房貸款 然後就去直播賣水晶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是 心理狀況真的到很差 所以我去接觸一些 身心靈類的東西 所以就了解水晶的能量 所以我那時候去直播做水晶 然後賣得都還不錯 但我跟你講人衰的時候 真的是衰到底 我去賣個直播水晶 莫名其妙 我的FB帳號 被人家投訴幹嘛 被鎖住 那時候真的是一片黑暗 那時候妳要早一點 來上我們節目 因為我們老師 老師 救命 沒有 我們老師 也曾經經歷過這一段 白玉老師 真的 對不對 老師要沒有慘過 就不適合當老師 真的 他們要很慘過 比妳更慘 他就能夠跟妳共情 對 完全了解妳的狀態 聽聽我們白玉老師的故事 來 請說 就是我只能說我們試過了 所以告訴妳 所以其實 她是現在皮膚變好了 她那時候最慘的時候 已經長得像包青天了 那時候 那時候也真的很慘 免疫能力都落掉 整個臉狂炸 對 我確實是這樣 就是那時候是 我開始第二次工作的時候 我要回到我的科技業 但是我那時候自己帶小孩 我那時候單親 然後自己帶小孩就是 如果我去科技業工作 那個時間還要跟國外接觸 根本就來不及 所以小孩要給別人代嗎 比如說請一位保母怎樣 但我就覺得我才剛單親 小孩不適應 這時候再請保母帶 這怎麼辦 我覺得作為媽媽 我會很愧疚 她要用一生去治癒 現在我造成的困境嗎 是 對 所以我不能 不能所以我就科技業 我有兩個很棒的提供 六位數 直接講 沒有上去迷迷 對 這個沒有 對 就只能不要 然後我就想說那我要做什麼 那我喜歡研究人 喜歡研究心理 然後現在就是 也在人的低潮期 覺得自己可能 看人看事情都不準 那我應該去念心理學 所以我就念了 心理學的研究所 考上了 很棒吧 然後半工半讀 有自己的那種 part time工作 在就是接不同的 跟心理學有關的 比如說廣播啊 還有一些小講座啊 其實是很幸運 因為我原本是科技業 轉到這裡 還可以做點小講座 然後接廣播 廣播是一位心理學的博士 他喉嚨出問題 他覺得我不錯 讓我去接他 很棒喔 結果我在上學途中 就這樣半工半讀 帶小孩 直接就給他過勞 差點死掉 搶救回來 當時是量不到血壓的 對 然後 然後就是引發急性敗血症 然後全身的大關節 全部都積水 然後在醫院 一個月都出不來 後來出來之後 有半年都坐輪椅 不能走路 已經 對 妳曾經 對 妳看我沒開玩笑吧 實在 氣色黑到像包青天 對 所有器官都敗 然後身體全部都是 那個紅斑性狼瘡 對 然後我去年也有復發一次 但是沒有那麼嚴重 對 就這種狀況下 我就覺得說不行 作為媽媽一定要撐下去 沒有退路了 所以我就先休學 後來就沒辦法回去 然後我就開始說 那我做商業講師 然後還在新加坡什麼 就開了跟線下課程的公司 但是身體實在不好 又想陪小孩 什麼都想做到完美 公司直接就身體不好 我覺得很難去花時間 把人力啦 財物的流動啦 還有把什麼 就是不同老師的分配 很難顧全啦 總是不是東邊突賊 就是西邊突賊 突賊到後來就是賠錢 是 對 公司倒閉賠錢 完全沒有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